有一名女子非法下載當紅的韓國動畫片 放到臉書提供粉絲來點閱 而這已經涉嫌違反了著作全法 被移送法辦 可能會面臨到巨額的求償 通訊軟體一打開 親朋好友傳來的最新影片 馬上點開手機就能觀賞 不過這樣的轉傳影像檔案的行為 卻可能觸法 台北市松山分局接獲檢舉 有一名二十歲的理性女子 下載現在最流行的活屍電影前傳動畫片後 放到臉書上供粉絲點閱 以及涉嫌違反著作全法 都會違反著作全法的你有重置的可能性 理性女子在臉書上上傳影片 不到一天就吸引五十九萬人自觀看 到底怎麼樣分享行為算違法 律師表示 若只是提供他人影片連結不算違法 但若有下載的行為 就違反著作全法 另外在LINE裡面傳輸檔案 也可能涉及違法 而智慧財產局則表示 雖然沒有下載 但在公開群組傳輸檔案 供他人觀賞就算違法 智慧財產局強調 數位影音作品未經授權 只要有下載的行為 就違反著作全法 民眾若要利用臉書或LINE 傳輸版權不明的影音檔案 或連結給親友觀賞時 恐怕得三十二後行 記者李志華 謝祈文 王新中 台北報導